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就是一個很避暑的人 然後又膽小的人 只是裝出來了 我想先釐清一件事情 就是你這麼色的樣子 你的家人是做何改 媽媽懂就是我們會耍三八的樣子 我覺得我媽一直以來 都還蠻支持我的想法 我媽一直都自己做 然後我之前工作的時候很忙 壓力很大 擔心繳不起房租 下了班我也只想要一個人 就是緊靜的 就是讓我自己休息 因為我本身就不喜歡接電話 可是因為她想要打電話給我跟我聊天 她想要跟我吃飯 就是我當下的心情也不好 語氣就比較差 她一定很難受 對啊 她只是想跟我吃晚餐而已 因為我只想一個人 但是因為我沒有想到 是我媽還是一個人 我自己不知道原來這樣子 是會傷害到我媽媽的 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你有比較會去經營這件事情嗎 變成就是我週末六日的時候 我不排工作 朋友約吃飯我都拒絕了 我們有準備一個小禮物給你 喔 對 那裡面是通告費嗎 當然不是 好是這樣啦 我們有跟媽媽聯絡過 怎麼可能 真的 然後媽媽寫了一封信給你 怎麼可能 我認真 我認真 他哪會寫寫 你聽我唸應該就知道是真的了 因為我不可能去憑宮捏造 你的小時候的細節 喔 對不對 我要開始囉 好 小時候你其實不太黏我 你只是不敢自己一個人去睡覺 通常我就一邊看著電視 一邊抱著你到你睡著 我再把你抱進房間 我記得你小時候母親節都會寫卡片 跟康乃馨放在桌上 我收到之後就會很開心 屁也好開心 但是你現在長大怎麼都沒有送 我可能送一些就是那種 金錢可以買的 結果姊姊永遠說 姊姊跟妳的說法一樣 她說 她從來沒有感覺到媽媽開心 只有媽媽一直在唸你們說 字可不可以寫得正一點 我字超潦草的 我跟我姊很常被我媽媽唸 字很醜 就是寫聯絡簿什麼的 我媽媽一直糾正我們的字 我覺得她的意思是說 她想要收到你的小卡片 字很醜的那種 哪有 我之前送卡片 媽媽都沒有什麼反應 妳從小就很獨立又很乖 我從來都不會擔心妳變壞 只是我覺得自己有一點委屈 每次我都讓妳 讓我什麼 妳是不是覺得到 我媽媽有公主病跟任性的感覺 雖然我很常黏妳 可是我更希望妳可以獨立 所以我才送妳去住校 其實我還是很捨不得妳出去的 媽媽一直很相信 妳做YouTuber這個工作會做得很好 我從來不會擔心妳 只是啊 妳們兩姐妹每次 什麼事都不跟我講 我永遠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真受不了 以前沒有跟妳說 但是我現在想告訴妳 希望妳40歲以前都不要結婚 嗯 是我媽會講的話 其實我還是希望妳結婚啦 只是有愛情就沒有事業 有事業就沒有愛情 希望妳自己決定 最後啊 其實長在大 在我眼裡都是我的女兒 所以我想告訴妳 下輩子我還希望妳可以繼續當我的女兒 我好累 為什麼要被當公主病媽媽的女兒 最後媽媽只想要看著妳身體平安 健康快樂 我就很高興了 我相信了不好意思 電話單位不好意思 心跳好快喔 我等一下去量那個耳溫 我大概又開始又飆高了 媽媽做過什麼樣的犧牲啊 媽媽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在我剛生出來的幾個月 那妳知道她第二次出國在幾年後嗎 長大後28歲 23歲的時候 隔了23年 隔了23年 她才第二次出國 然後是跟我跟我姐 因為她就把她的人生給妳們了 我覺得會這樣是因為 我媽媽是職業婦女的關係 帶我差不多到3歲 然後發現真的是沒有錢吃飯了 我媽必須要去工作 她就把我帶回去婆家那裡顧 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我哭爆了 因為印象中就是 以嬰兒時期 我就是陪著 有姐姐媽媽陪著我 我姐就說 那不然這個陪妳 她就把阿田拿給我 阿田本來是我姐 嬰兒時期在躺的枕頭 但還是抱著 但還是哭 我覺得媽媽帶給妳的影響 是在妳很小的時候就很懂事了 對 她就是都在工作 是一個職業婦女 然後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才想起來 對耶 我小時候好像沒有吃過 所謂的三菜一湯 我就是吃水餃 就是買現成的水餃 因為她都在忙 對 她都在忙 她一定要準備最簡單或最基本的東西 讓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自己弄來吃的食物 我感覺到她好像快要顧不了了 對 其實我想了滿妙的 因為到開始出來工作才知道 原來生活費這麼不容易 一個月薪水可能兩三萬 房租就要一萬多塊 因為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都只能租房子 然後搬過很多次家 就因為我媽希望我們可以離學校近一點 學雜費也是錢 然後生活費也是錢 都是其他親戚幫忙的 就是看我跟我姐很乖 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紅包錢會給我們多一點 我覺得我比較樂觀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 這樣的生活有什麼困苦 我查到你竟然想要回嘉義 去修你的老家 其實也不算是我的老家 是我媽媽的老家 對 有想過想要嚮往那種 就是遠離成宵的那種感覺 雖然現在算是半個公眾人物 真的做到很累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做YouTuber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問說 以後你如果不紅了 那你怎麼辦 可是我的想法是 那很好啊 我有更多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你在你的思想規劃裡面 家人佔了可能90 你不覺得很妙嗎 就是人的一生當中 可能差不多一歲到15歲的時候 家人陪伴你最多的時候 然後到15歲你進入了青春期 你有點叛逆 你開始跟同學會一直出去玩 但進到高中大學的時候 又開始跟男女朋友一起出去玩 你也不會把家人選擇在第一個 好 那快到30歲了 你結婚了 那你的重心又在你的先生跟你的小孩 那你爸媽呢 好像從18歲之後 應該說15歲 青春期之後 之後就再也沒有什麼時間 跟父母在一起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譬如說朋友要約我出去玩 我就想 就是我寧願把這個錢或時間 留給我的姊姊跟我媽 媽媽剛剛有說就是 她覺得如果可以 她想佔優你直到你40歲 沒關係 你對愛情是沒有憧憬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保佑我自己的生活 跟我不想被綁住 因為你的生活其實包含了媽媽姐姐 還有你的家裡的人 對 就是應該說 我覺得我好像不夠時間陪他們了 那我如果又有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進來 我沒辦法想像 我完全沒辦法想像 就是我要怎麼去分配這些時間 就是 一般人可能到28歲 30歲 覺得我就是要有一個結婚 叫做我的里程碑 你不會想要有 因為你也覺得家的定義不一定是 你要結婚才有一個家 我覺得想法是會隨時隨地改變的 但以目前來說 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你會覺得接下來的日子 你要讓她當一個任性的工作嗎 其實有家人覺得說 我媽媽是被我跟我姐寵出來的 因為會覺得我媽以前很辛苦 所以我媽現在要什麼 我們都會買給她 她也知道你們長大了 可以給她依靠 本來就該放鬆了 因為現在都已經50幾歲了 她從來沒有認真給自己休息過 我有感覺到你對幸福的這件事情 看得很深耶 就是好像不是你要追求一個什麼 是你只要珍惜好你身邊現在的人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媽媽說嗎 跟媽媽說就是 以前這樣子辛苦了 那幸好我跟姐姐都還蠻懂事的 目前現在的話就是你也 這個年紀也該開始享福了 但還是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因為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即便是到了40歲以前 我還是可以不用結婚了 因為畢竟因為我們兩個的個性 我們不是彼此的公主 我會繼續賴著你的媽媽 我覺得刺刺跟一般女生很不一樣 不是她很色也不是她很搞笑 是她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而且像可能我們都會不斷的 向外去追尋自己的幸福在哪裡 可是她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幸福其實就是家人 世界上只要多一個人佔有自己 就會少一點時間分割出去 她寧願不要交男朋友 也要多一點時間陪著媽媽 其實她的幸福 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刻的地方 就是她媽媽